香港人去廣州除了可以在西九龍站乘高鐵 還可以乘東鐵經羅湖轉乘內地動車或高鐵 而羅湖站也在下星期一恢復通關 究竟哪條路線才是最快最底? 我們計過由沙田站起步到羅湖站和西九龍站 分別要26分鐘和27分鐘 時間就差不多 不過在西九龍站乘高鐵 就要預早大約50分鐘入閘辦理出境手續 而車程就要101分鐘 全程要超過170分鐘 而在羅湖走廣深城製列車車站 就要大約10分鐘 而去廣州東的車程就要大約64分鐘 總時間是130分鐘 時間上看來就是經羅湖快些 而車費也都只需要124元 在西九龍站乘高鐵就要259.5元 足足貴整倍 看來經羅湖去廣州是個又便宜又快的選擇 不過羅湖口岸可能人頭湧湧 過關時間可能遠超預計的半小時 而且要帶行李過關和轉線 不想那麼累 西九龍站乘高鐵可能更加適合你 西九龍站乘高鐵可能更加適合你 ział江湖 雹